好,我们来继续看十四题 判断下列个函数中 哪些是常数函数 哪些是一次函数 哪些是现行函数 好,记得 现行函数就是包括两个 它有两个 一个叫做一次 一个叫做常数 好,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它说常数函数有谁啊 常数函数不就只有 常数项吗 所以A是个常数函数 那B看起来好像是 可是它超无聊的啦 B是什么 它就GX等于 把它丢过去不就叫 -9X-7吗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个一次函数 所以B是一次 C 这是三次方,我咧呢 三次函数还没学到啦 先略过 诸再分母 诶,老师它是X的一次方啊 但是它是分母 它其实叫做X的负一次方 所以猪根本不是函数 再来E 3.123X 好,最高次方是一次方 没错 E也叫做一次函数 再来F 6的平方 超无聊的 这也是一个超无聊 看起来好像是二次方 但它叫做36 它叫做常数函数 所以F 是我的常数函数 所以线型函数有谁呢 那就是两边全部合在一起 A,B,E,F 全部都称为线型函数 也叫做常数函数 我可以做一次方式函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